美中谈判之际 中国经济持续放缓 中国大陆去年经济成长率 创十年来最低 目前中国内部债务问题重重 但为了提振疲弱的经济 北京当局已经停止 去杠杆减债行动 光是1月人民币新增贷款 就增加4810亿美元 却可能让债务问题再度引爆 北京当局过去两年 主导去杠杆政策 要遏止债务继续膨胀 不过股市重挫 企业违约潮出现 中国正面临2009年以来 最弱的经济成长 当局决定停止去杠杆 重新再度靠举债来刺激经济 我觉得主要的应该就是 现在有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地方债 国企债 这个债务实在是太可怕了 然后另外就是它的成长 当然是靠很多是出口了 靠很多是做固定投资 我觉得这方面可能 以后的出口跟固定投资 大概都不太行 彭博引用数据 发现中国股市的保证金债务 在过去两周 以2015年以来最快速度飙升 今年1月 中国新增人民币贷款 达到创纪录的4810亿美元 超过市场预期 如今中国银行贷款 信多产品发行 金融杠杆几乎全数上升 连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都对短期债务大幅增加 提出警告 法国外贸银行 超过255% 中共试图刺激经济 却可能让本来压抑的 债务问题再度扩大 有分析认为 这如同在走钢索 也可能添加中国大陆 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新大电视审美彤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克强